我覺得他沒有講具體喔 就是隨便說說啦 又是放消息 我難以想像 以 以中國大陸目前的海空軍 的聯合作戰的能力啊 那真正的 實際作戰的部分需要俄羅斯來協助 這個太沒有面子了 而且坦白講也不需要 我認為有的應該是所謂的戰略威懾 就說 俄羅斯協助在東海威懾日本 那這個就有相當大的功能啊 那至於台海的部分 一定是 中國自己處理不需要俄羅斯不需要啦 因為你如果真的要在 中國大陸現在的整個海軍 作戰艦跟航母艦隊 我認為作戰能量超過俄羅斯太多了啦 俄羅斯現在黑海艦隊波羅地亞艦隊都 都卡住了嘛 也只有太平洋艦隊 他有的就是戰略核潛艇 所以有的就是我講的威懾 比如說戰略核潛艇就在日本後面威懾 那你日本敢動啊 那第二個就是情報 俄羅斯的情報 你必須要佩服KGB 那個歷史啦 他的情報蒐集能力 我認為還是比中國大陸厲害了 那 這個世界四大情報機構 國際上會這樣講有他的根據 CIA KGB 然後英國的軍情六處跟摩薩德吧對不對 那你說以色列憑什麼有這種本事 因為你不要忘記猶太人也是散在全世界各地 所以以色列對中東的情報 因為他裡面也有阿拉伯裔啊 然後還有歐美的情報 那也是全球性的 那中國大陸的情報就不是全球性的嘛 跟KGB不能比啦 所以俄羅斯就比較有可能從 第三國 比如說從日本啊 韓國啊 美國啊 得到你不一定知道的情報 所以我認為應該 會有情報的合作 然後 戰略和解力威懾的部分 這個跟台海 是有關的啦 可是你說 作戰任務那我認為不可能 所以是間接關聯不是直接 對 可是你不能說那不重要 你如果只是後勤資源啊 那更不重要 所以我講的是 他是跟作戰有關的 可是不是第一線 他是屬於威懾 跟情報 軍情情報的合作 不像日本跟美國啊 日本就是後勤啊 日本根本就不願意 到第一線做作戰任務啊 所以中俄的合作 還是有點不一樣 那北京當然會表達感謝啊 因為真的有 有加成的作用 我覺得如果日本那邊不太敢動啊 那美日協防 自然就只剩下美國而已啦 那只剩下美國 基本上中國大陸如果第三艘航母艦隊完成 他就可以擺在日本跟關島中間嘛 那那個要介入就更困難了 所以你說俄羅斯有沒有用 當然是有用的 因為他在日本後面 那個位置 中國是沒有的啊 對啊 所以這個 位置 戰略位置的牽制 還有他的情報的這一個交換 這是真的台灣的部分 那他們的軍事合作不會只有這個啊 他們當然還會包括 北冰洋啊 那個 沿著阿留森群島啊 到白令海峽啊 然後還有包圍日本啊 日本海的演習啊 這個都會包括在內 那可是我 依我對俄羅斯的了解啦 他是無止境的擴張的國家啦 所以他一定會 我認為他早晚會穿過台灣海峽 到南海 南海 他跟越南關係也很好啊 越南的武器大部分是俄羅斯的 你不要忘了 中國會讓他這樣子過來嗎 沒有啦 台灣海峽 他 台灣海峽很寬啊 中間 是公海嘛 那你無害通過就符合國際法 我說南海算是中國大陸現在的地盤範圍嗎 他要去越南 以前縣港是他的基地 你不要忘記了 那是很久以前啊 我認為他一定會到南海啦 我跟你講 那不會造成中國跟俄羅斯之間關係上面的變化嗎 這個沒有辦法 中俄利益本來就不會完全一致 就好像美國跟歐洲 利益不會完全一致嘛 這有什麼稀奇 像美國看到馬克宏最近對習近平講了一些話 他也不高興啊 你能怎樣 馬克宏說南太平洋我那三個島 可以跟你合作 跟中國南部戰區合作 美國怎麼會高興 那你怎麼搶我的才有潛艦啊 對不對 俄羅斯我跟你講啦 他跟越南 跟泰國 跟緬甸 關係都相當不錯 而且 印尼的武器也大部分都是俄羅斯的 這個是歷史造成的啦 就不結盟國家嘛 他就不要依賴美國嘛 所以他們就故意選擇向俄羅斯買武器 所以過去越南印尼 都是如此 那緬甸呢 緬甸因為他實在是太依賴中國了 所以他也故意要引一個外力進來 所以他武器就跑去跟俄羅斯買 這個你很難避免啦 那還有印度呢 俄羅斯事實上可以幫中國一些忙啦 就是 有一些國家其實跟中國沒有那麼好 比如說印度 比如說越南 那俄羅斯出面 至少會給個面子 就是如果是中國出面那可能 效果不太一樣 比如說金磚 金磚我隨便講如果是中國完全主導 那中國說要搞非美元之父 那你認為印度會參加嗎 可是現在不是現在是 俄羅斯來主導這個議題 那今年89月金磚會議要提出嘛 那印度能不參加嗎 就是這樣 我認為 所以中國跟俄羅斯中間還是互相需要的關係 互有 現在我認為 彼此呢 最大的共同需要就是 制衡美國嘛 有共同敵人 反正就是有一個 這麼大的共同假想敵 所以使得他們的利益就有很多地方重疊 可是 你不要忘記他們是有矛盾的啦 你不要忘記 中國歷史血淚斑斑 很多人都記得 被搶奪東北的歷史嘛 江東64屯啊 那現在所有的地名都被改了嘛 比如說 中俄的西伯利亞開發計劃 他就避開江東64屯 他選擇 尼布楚條約那個土地 啊 就是 比較接近這個貝加爾湖這一邊 為什麼不是海參會那邊 因為那邊太毛 歷史血淚斑斑啊 有很多人被屠殺啊 這是事實啊 然後土地被搶奪啊 所以他就選擇 稍微過來 不是沿海那一段 市場中國 市場阿羅斯對海參會 中國大陸有可能 藉由經貿的力量逐漸控制也是 也是會有擔心嘛 啊可是 你不讓中國的力量進來 比如說你看他 他那個開放也是很有 計算在裡面 他就說 願意開放海參會作為中國的內務港 為什麼是內務港 為什麼不是出口港 就怕他整個 整個控制 因為他中國大陸的經貿力量太強大 所以他 就是內務港那就表示說 哎呀你海參會那透過 山東啊 這個渤海灣啊 到杭州啦 到那個 東部沿海 這個他沒有意見 他可是不能直接從那邊出口 所以你就知道這裡面就有一些 大家還是互相提防 對對對還是有這個部分 那 可是有些東西他不得不讓 因為他真的需要中國 所以比如說你就看到 有一些鐵路他就放了 他擋人家擋很久了 擋了25年 那 可是那條鐵路真的不好蓋 所以目前據我了解 已經快兩年了嘛 那中國大陸還在做可行性的評估 不過這個中國事件有這麼多其實利益的衝突跟矛盾 這你知道我知道美國也知道 所以他會把它放大 可是不容易 因為進不來 因為現在俄羅斯跟美國是完全 對不上話 因為美國搞絕了啦 他目前制裁俄羅斯的項目超過2萬件 你這樣怎麼來往 大部分的貿易都停了 那也沒有人敢去俄羅斯啊 我說美國人啊 那你這樣怎麼來往 那俄羅斯土地那麼大 你不可能只靠空中來蒐集情報啦 不可能 所以我認為 他現在對俄羅斯已經完全狀況了 很多都是 透過 情報的蒐集啦 要嘛就網路啦 要嘛到歐洲找人啦 不然到中亞到烏克蘭找人啦 只能夠用這種方式 那這個效果差多了 嗯